MING PAO CANADA 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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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開真空包裝 穿上無菌隔離衣 再戴上N95口罩 還有頭罩 外層再綁上隔離面罩 底部還得幾年隔離衣 最後穿上無菌手套 非常時期 連耳皮喉科門診醫師 都要全面防疫 面罩可以180度的幫我們 有效的幫我們的前耳 到下巴的位置 完全的擋住飛沫的噴尖 醫師平均一個門診 就要看四到五個小時 這樣全身包緊緊 才穿沒多久 就已經因為悶熱 面罩上都是霧氣 牙醫師也不敢大意 口罩外加一層隔離護目鏡 要是本身就有戴近視眼鏡 無疑成了負擔 第一線醫護口罩用量大 也出現口罩荒 如果你就看醫診 那就給你一個口罩 那如果說兩診呢 那還是一個口罩 所以一天大概只能用一個 有醫護人員PO出上班時 看到口罩外盒大大寫上 只剩下一盒 請省著用 口罩到底有多缺 實際來算 外科醫師一天最少 需要四片口罩 若遇上五六台刀 少說五片才夠用 內科醫師一天最少 也要兩片 以宣台約三十一萬 醫護人員來算 一天最高要用到 一百五十五萬片口罩 也難怪現有的 一百四十萬片 供給明顯不足 尤其是我們第一線看診的醫師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口罩的話 那我們也只能修診 醫護人員口罩缺很大 呼籲民眾不要搶購 把口罩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三地區的領域者林寬慶 黃清澄 光順宇 台北道